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这期节目 在这期节目我要给大家理一下市场 谈一下目前市场的行情和未来的制业策略 在看多房地产的人眼里 现在的房市已经涨起来了 而且我们已经进入牛市 从书记上来说这话并没有错 悉尼在过去两个月的时间里 几乎周周的拍卖青红率都过70% 我们知道70%可是多空的分界线 一旦拍卖过70% 说明行情由比较淡 转到一个比较旺的状态 而且不只是说悉尼是周周70% 在上周整个全国的拍卖青红率 也是达到了70% 而且是第二周达到70% 所以从宏观书记上来讲 我们这个市场上涨 这么说来说的话 其实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您跟我一样 就是周周去参加inspection 周周去参加拍卖的话 您会感到某一个型的房产 长得确实很厉害 给大家举个例子 我们在2月份的时候 分别帮客户买过两套房子 一套房子在Gixon Street 之前就是Newtown的Gixon Street 我还把这个房子的截图 给大家拿出来看过 Gixon Street的这个房子的话 它当时是一个四房的排屋 当时售价是198万5 当时客户非常信任我 跟我签约一个星期 就把这个房子买掉 当时买的时候 还手有一些颤抖 说这个怎么这么快 就把房子买了 你不是为了忽悠我吧 结果后来呢 他住到这个房子里以后呢 没多久呢 他的这个旁边的邻居就拍卖了 是一个三房 当然也是两层的一个排屋 但是总体来说的话 使用面积没有太大 这个排屋是41号Gixon Street 他现在已经不在市场上了 这个房子拿到市场去拍卖 当时给的指导价是180万 我当地认识一些中介朋友 他们跟我说呢 他觉得这个房子差不多呢 也就大概卖一个190万出头啊 没想到拍卖的时候 拍卖到230万 然后呢 这个屋主呢 觉得这个价格卖的低 最后就不卖了 据说屋主的心理价位是250万 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就是当时我有一个客户啊 甚至问过我说 240万可不可以去买啊 其实就是短短三个月的时间不到啊 这个市场就发生了一个 偏方必负的变化 无独有偶啊 之前我们在YouTube 也挂一套房子 也是二月份 我们帮客户买的 是在这个North Warby的Warren Road 它其实是在Warren Road和Glover Street的一个拐角处啊 当时帮客户买的这个四房的话 是384万买的 买完以后呢 还有人留言觉得我们这个房子买贵了啊 在上上周的话 刚好在这个房子 也就大概是100米左右的距离吧 有一个房子拿出来拍卖啊 11号Glover Street啊 不少满家中介也到场去看这个房子 因为那个房子确实是一个好房子 总体上那个房子的户型呢 要比我们当时选的 就是384万买那个房子 它的户型要稍微好一些啊 因为它后院的那个那堵墙是整个打开的 它是个开放式的直通后面 而且还多一个游泳池 但是面积的话 要比我们稍微要小一些啊 那这个房子在市场上的时候呢 就已经收到了四个offer啊 当时的话 指导价是400万 然后后来有人出价 就出到了430 就是435万 后来当天拿到拍场呢 直接卖到了483万 所以就是说 如果您在市场上真的是不停在看房 你会发现这样的案例非常多 我可以再给大家举一个案例啊 也是我们推荐客户买的一条街 之前是在2021年帮客户买过这个房子啊 就是我们推荐一条街是 Goodsell Street St. Peter's 在2022年12月份的时候 也就是去年的时候啊 这条街有个房子啊 就是它这个房子是对着后面的火车线啊 其实我们推荐是在Goodsell Street不对着火车线那条那条街上去买房子 这个房子是卖了121万五啊 然后等到2023年的5月份呢 也就过了大概5个月左右的时间里啊 跟它相似一个房子 它是19号Goodsell Street 然后呢 它就卖了150万啊 相隔也就大概5个月的时间啊 就将近就30万涨上去了 所以在一些好的街区的位置啊 然后一些好的房子 我们会发现这个价格是属于一个跳涨状态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就是很多的一些我的客户啊 学生啊 上过我的课程的学生啊 他非常的焦虑啊 就说这个房价涨得太快了 而且是瞬间跳上去的 根本就是反应不过来 而且是毫无征兆的 大家如果打开新闻的话 发现全都是坏的新闻啊 就是说这个央行行长大放厥词嘛 说这个未来害得加息啊 加个四到五次啊 很多的人也是看热闹不嫌事儿大 说将来这个澳洲的利息可能是到八和九啊 很多人就破产 房价可能要五折除售 结果呢 这个市场呢 完全是跟这个新闻是走过两个不同的方向 所以很多人就很紧张啊 怕这个房子一下就买不起了 我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啊 我个人感觉啊 其实就是说 在市场建立的阶段的时候啊 好的房子 在好的街区 那些顶尖的A货啊 它的涨幅一般是会领涨的啊 尤其是一些区域 在上一波行情呢 就是没有表现特别好 然后呢 有一些基本面转好 他也会去领场 比如说像市区啊 市区的话 当时是因为新冠的疫情啊 整个COVID期间 其实市区的房子并没有怎么涨 但是现在刘医生回来了 市区的活力恢复啊 然后呢 这个很多的公司又强制要求员工回来上班 比如说这个National Bank 澳洲的国民银行 要求所有的员工 高级员工 必须五天都回来 不可以再work from home了 这消息一出之后 这个对市区的房子的这个吸引力就变得很大 同时呢 需求也变得很大 所以你会发现市区 无论任何区域的房子都涨得很好 然后呢 有些区域的话 是因为房子总价很便宜嘛 如果你的房子是四房五房 两百万以下 然后像包困Q这一代 然后交通还方便 还是学区 那这个时候 它也会很火 为什么 因为一直加息嘛 很多预算是买250万房子的人 他不想买250万 他一直觉得贷不到款 加息的话 会削减这个贷款能力 第二点的话 是觉得就是还款 也还的比较困难 所以他就会去看这个价格比较低的区 所以你像两百万的区域 像就是包困Q 也会比较火一些 然后还有一些区域呢 比较火呢 是那个 就是上一波并不是主流的一些区域 我们知道在上一波行情 2021年的时候 主流的区域是哪呢 是上北 然后是北海滩和西北 所以下北的话也有涨 但是当时并不是最受人关注的区域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下北区域 就涨幅就非常 之前在帮客户 在看North Bridge的一套房子 现在也在市场上 24号Tank Street North Bridge 我记得当时第一次建中介的时候 这个房子 当时它给我的指导价是500万 最后我们说 我们要再拍卖前想做个offer 然后这个中介说 如果你这个拍卖前 如果不给我一个620万的offer 大概意思就是 不给我到620万的offer 我觉得我对这个价格 还是不太感兴趣的 就是诸如此类这样的事情 所以我们看到下北区的话 这个涨幅也是在起来 因为在上一波行情当中的话 这个它并没有完全受到一个追捧 就是觉得说 这个上一波主流的话 是上北北海滩 还有这个还有西北这样的区域 但是我个人看 其实大家抛开一些特定的区域 我个人觉得 其实在市场上 真正受到追捧的房子 是符合什么条件 你是四房五房 四房或者五房 同时在一个比较好的街区 然后在一个比较好的位置 尤其是你不需要装修 可以拎包入住 稍微旧点无所谓 只要能拎包入住 这样的房子 其实是比较受到推崇的 如果你是三房 如果你是三房 两房或者是四房 但是你四房 比如说在一个不好的位置 挨着大马雾 四房的话 只有一个卫生间 户型很一般 其实这样的房子价格 其实并没有涨幅非常多 我可以给大家举一个案例 比如说大家看 在2021年12月份的时候 那时候市场还是在一个比较热的状态的时候 232号 Milton Road North Epping这个房子 是卖了两个Million 然后在市场上是只有8天 然后它的面积大概是700多平 然后266号 Milton Road North Epping 这个房子是800平的面积 然后我个人觉得位置要比 咱们刚才说2021年卖的房子 就是232要稍微好一些 这个房子是只卖了187万 800平的利 更接近咖啡店和超市 然后的话 这个房子是在市场上 是18天卖掉的 之前2021年的那个房子的话 是在市场只有8天的时间就卖掉 所以我个人感觉的话 其实现在的这个市场并没有达到一个 就是每个房子涨起来 都已经突破2021年的高峰点了 我觉得我们其实还是在一个 比较相对的一个低点 所以如果你买的房子 并不是置换人群喜欢的房子的话 其实你的价格 还是一个比较合理的价格 但是如果你买的是一个置换人群 喜欢的价格的话 那我觉得现在这个价格挺浅 确实你在追涨的时候 确实会有一定的困难 根据数据统计 我们的这个Lisking 就是这个房源 比去年的话 总体是少了30% 这是全国的一个数据 但是我们落实到先对区域来讲的话 有的区域我感觉是比去年 要少了50%甚至60%的房源 确实现在很多人 也有资助的一个需求 尤其是你国门开放 很多的亲近朋友 还有家人都从国外 开始回到澳洲 他们需要一个更大的地方来住 而像四房五房的话 公寓和townhouse又不一定能满足 所以说他只能找house 尤其是那些学区的house 非常的稀缺 所以他只能是去找个这个类型的房产 所以这样的话 等于说我们的需求在国门开放之后增加了 但是我们的供给反而是减少了 所以这个时候会人为的推动这个价格 其实我们说实话 澳洲的这个市场上任何时间 50%以上的这个买房人群都是置换人群 就是这帮人他已经有房子了 他需要一个更大的空间 然后一个更好的一个位置 然后有学区会有配套的要求 所以这帮人是对房子品质是有要求的 我们知道任何时候品质好的房子 他其实数量都是很少的 品质好的房子数量最多的时候 其实往往是牛市的时候 所以市场牛市的时候 买房确实会买贵 但是好处是你很容易买到品质比较好的房子 但是在市场不好的时候 就品质房子就比较少 所以我们可以用此做个结论 是任何时候品质好的房子 其实都是比较抢手的 其实任何时间 除非是这个国家发生了经济上 很大的一个变动 经济大萧条 各方面都出问题了 那可能你这个房子房价 可能就是说真的是可能会撑不住 但是大部分的时间 四房五房 是不是就不需要装修 拎包入住 周围配套很好 有学区的房子 它其实都是很有需求的 而这类房子 其实就是目前最抢手的房子 而那些所谓的三房 两房 甚至四房户型不好的房子 需要装修的房子 其实现在总体来说 它的价格跟去年高峰期 还是相对便宜很多 所以大家不需要去焦虑 我觉得大家这类型的房子 可以稍微看起来 这类型的房子 我觉得价格总体来说 还是比较便宜 因为我相信未来建筑成本 还是会不断下降的 随着国门开放 包括运输的价格 之前有一些 就builder在网上留言 说现在他们运输的海运的价格 是比过去至少便宜 大概五分之四 所以就诸如此类的话 我觉得大家可以买这样的房子 如果大家觉得买置换的房子 比较困难的话 就是买这种置换类型的房子 比较困难 就是四房到五房 那莫不如你就看上北 北海滩和西北 上一波已经被炒作过的房子 而那样的区域 相对买起来会比较 就是说会比较轻松一些 现在比如说像市区或下北 那相对来讲的话 我觉得买起来会相对比较困难一些 因为在过去上一波行情的时候 这两个区域 它没有受到太多的重视 所以现在价格起来就非常的快 我在很早的时候就在我的社群里 就跟人推荐 我说我个人觉得 就是说在下北的话 像南科武这个区域 大家可以稍微关注一些 所以我们之前已经被炒作过的区域 这个时候市场转向的时候 大家已经换了炒作板块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可以去关注一下 然后今天 我其实还想跟大家讲什么 就是说 大家总觉得说 觉得买房是一件很累的事情 就是说房价一直在涨 其实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 随着房价涨的是越来越多 房价涨的越来越贵 我觉得未来 从房市赚钱会变得越来越困难 会有几点 第一点房价涨得越贵 未来越多人会去租房 未来越多人租房的时候 政府的政策一定会越来越保护租客 会造成我们投资人 去养房会变得越来越困难的一件事情 比如说 最近我们大家看到新闻 说加拿大有一个房东 开枪杀死他两个租客 为什么 因为加拿大的租房法非常变态 不交租金也赶不走 所以没办法 不交租金也赶不走 所以最后他把房客给杀了 所以我个人觉得 随着房价越来越高 贫富差距越大 未来的话 对租客的保护力度越来越大 所以未来投资房产会变得越来越困难 会变得越来越有门槛的东西 所以不再是什么人都可以投资房产 第二点 随着房价越来越高 我们会发现一件事情 租金越来越难cover困带 房价都涨起来了 你现在就在悉尼市找不到正现金流的房产 那这会造成一个什么影响 我们这个房子的负现金流越高 我们这个房子的升值 就是需要更好的一个升值 所以如果这个房子升值不好的话 最后我们算一下 每年K的现金流 每年要维护这个房子的成本 最后房子 如果房子增值再不好 最后发现我们为政府 为租客 为中介去打工 我们根本就不挣钱 所以未来我们对房子的升值要求 会越来越高 而升值高的房产 永远是在这个城市里 这个中上价位的房产 大家要明白一点 价格便宜的房子 不一定永远是增值是最差的 但大部分增值好的房产 一定是价格比较高的房产 是富人喜欢的房产 所以造成什么问题 我们普通人买房 会变得越来越困难 因为什么 因为以后房价越来越高 你随便你买个普通房产 是不是 他又是负现金流 又不怎么增值 增那些增值还不够cover你的 这个所有的成本 而且你买了房子之后 这个租客又很难搞 以后法律又很保护租客 所以房地产 是会变得 就是成为富人手中的游戏 我们普通人和中产 会越来越难接触房市 同时 政府会宏观调控房市 比如说像香港 你买这一套房 可能4% 5%的印花税 第二套 马上给你变成30%的印花税 那你还怎么买房投资 你还怎么建立 所谓这种房产投资组合 那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随着房价越涨越高 会造成政府会越来越管制 这个市场 然后同时去打击 这种什么跟风炒作 越来越偏向租客 同时我会发现 养房的成本会越来越高 所以会造成我们中产 离这个房地产的市场 越来越远 所以我觉得目前 如果中产能买房 一定要抓住时机去买房 因为现在你有能力去买房 还能买房子 将来的话 我个人感觉 再过10年20年 在政府的就是regulation下 在各种就是外在因素之下 房地产不是我们普通人 能玩的一个东西 会变得越来越难 所以可能会是机构玩的一个东西 这是我真心的一个想法 之前我还写过相关的文章 就我觉得就说 所以大家要珍惜眼前的机会 如果能入市 我觉得今年到今年年底之前 还是一个比较好的机会 还是要争取去入市 还是要学习买房的知识 同时的话 大家就是说 如果你的钱实在不够多 你可以关注一下股票市场 这个时候 我就跟大家推荐 这个MOMO这个平台 像我自己有些部分资金的时候 我自己会投资REITS 我有一个叫Charter Hill Longville REITS 就是他们专门投资一些 这种商业地产 然后商业地产的租业 都是10年到20年 这种情况 给我赚新进流 然后还有一个 就是说 我自己有投资ETF 我本人是定投NGQ 就是澳洲的一个 纳斯达克100的一个指数 就是每两星期 会定期投一笔钱进去 我自己是真心相信这个东西 这是有持藏的 因为我个人觉得 当你的财富 到一定数额之后的时候 在投资房产 会有很多的限制 你的贷款 你的首付 然后你的管理成本 各方面的 所以股权资产会更好一些 所以我觉得就是当你的 就是说资产越多的时候 你肯定是要关注一下 这个金融市场 木木这个平台 我自己是非常推荐的 首先第一点的话 它的安全性是没得说 它既是上市公司 然后还受到美国的监管 而且它这个平台 就是说非常的全 就是你开一个户的话 像什么港股 美股 澳股 新加坡股 基金 期权 什么都可以购买 像我之前是在 CMC Market开个户 后来我就在 MOMO开个户 因为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想交易 美国的期权 我现在就交易不了 或者是我想买 一些其他产品 比如基金的话 我也买不到 而且你不用换汇 你觉得哪块好 你就可以投哪 而且它现在还附赠 一个2500的 一个投资客厂 大家可以上一上 是免费的 里面讲了很多 房地产基金 瑞茨的各种特点 所以大家可以把握 这个机会 然后它的用户 是全球用户 已经超过2000万了 然后它的资金 是存在汇丰银行的 隔离信托种 然后与它的自有资金 是完全分开的 并不会出现 资不理债的时候 这个公司垮台了 你钱就拿不到 这点非常重要 因为之前有过 安利 之前有过这个平台 叫MF Global 我记得它当时 好像是交易期货的 它出事之后 它把客人的钱 全拿走了 然后最后的话 这个平台后来破产 就客人资金也拿不出来 最后是福利 它现在是开户了 如果你在开户 在MUMU存入任意金额 就可以获得 三支免费赠股 你如果存入超过2000万币 就可以得到 十支免费的股票 平均价值在150美元左右 这些股票 可能包括苹果 特斯拉 亚马逊 可口可额 GameStop 所以大家可以把钱 存在MUMU的账户里 几十天后的收益 肯定比放在银行多 即便不交易 所以这是一件 很划算的事情 是可以乌羊毛的 这也只有大企业 能做到这一点 确实因为现在的 金融平台竞争非常激烈 大家可以把握这个机会 如果大家对MUMU感兴趣 点击我视频下方的连接 开户注册 期待未来 我出一些视频 跟大家一起交易一下 然后跟大家看一看 我投资了什么产品 最后我要跟大家说什么 我跟大家讲的这些事情 确实不是文言所评 也不是说因为说 为了跟大家推销 MUMU这个平台 所以说这些话 比如说现在 如果你手里有15万块钱 在吸你 其实15块钱钱也很多 你觉得你能买房吗 你觉得你能买什么房子 你觉得你买的房子 能挣钱吗 然后你觉得你买的房子 它的现金流 能cover你的贷款吗 能涵盖住 你所有贷款支出吗 你买的这个房子 升值会让你满意吗 其实你的15万块钱 甚至你的20万块钱 什么都做不了 这就是现在悉尼的 一个现状 而以前的时候 在悉尼 也就大概10年前的时候 其实70多万的时候 你手里有10万 那就是一笔巨款 你10多万的钱 你就可以买在 这个悉尼的Ride 你买在一个中上 一个中产阶级的区域 而现在十几万能买什么 你可能只能买到 这个城市的 这个城乡结合部的位置 所以现在我要跟大家 讲的一件事情 就是什么 抓紧行动去买房 我不会给大家 更多其他的一个语言 我觉得现在这个房产 我们中产阶级 还能稍微伸手去够一下 等以后的时候 会变得越来越难 好吗 感谢大家收看这期节目 我们下次再见